冰雪的热情因为冬奥被彻底激发了 沈阳市万柳塘公园有一片冰场 32年来吸引了众多雪华冰斩身手的人们 点燃冰雪运动的热情 新春走机层我们跟随记者一起走进这块冰场 去看看这块冰上的人和故事 晚上6点半 沈阳市万柳塘公园的冰场退去喧闹 归于安静 夜幕下两个身影推着一辆水车 一圈一圈在小雪中慢慢地走着 为冰场浇冰 你有多少年了这个 这个可以有年头了 有十多年了这个 这是后改造的 原来是小头 这个属于中筒吧 万柳塘冰场的滑冰期 从12月到来年的2月末 将近三个月的时间 几乎每个夜晚 赵宇都要这样度过 走着走着就走过了32年 这就是你冰场上的 对 小家 对 这个是一个采钢房 今天温度反正是正常温度 还行 但完全你体会到了 所以这个温度 你待这几分 你就有点受不了了 突然的降温 对刚焦的冰场来说是好事 只需等待一夜 第二天一早天刚亮 我们跟着赵宇 一起给冰场打磨 这里熟悉 八九年开始弄 当时也没有人弄 就自己来玩 每天早上看到 亮堂堂的光滑冰面 赵宇都特高兴 在迎接冰友到来之前 超家伙 呛冰面 这就是工具吗 对 这就抢处理的冰面 虾刺的 还有没给我拿一个 有 你拿这个轻的吧 这是最轻的 这个轻啊 你看底下可锋利了 这就是柴子刀 这也是自己做的吗 对 给柴子刀 一切的工具都是手做 对 都是自己弄的 它必须有重量 对 这个要没重量 压不住 原来我也是为了轻 改木头了 不行 每天早上帮着打磨的 还有在这片冰上 划了几年 十几年 几十年的老友们 冰厂的收费很低 80块钱一整个冬天 平均一天 一块钱不到 70岁以上老人还免费 赵宇说不为别的 就为着那些老人家的热爱 这也是好朋友 有时候也是花费 你今天多爱玩了吗 八十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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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还帮我来捎兵 你划多少年了 十几年了 一九十几年了 有 冬天最爱都是我家 今年六十岁的赵伟 也在这划兵四十年了 打小在这划 到划进专业队 再到如今 当教练带孩子们划 他对这片冰场 对划兵情有独钟 十个份开始玩 绝对 绝对的感情 东北小孩喜欢划兵 是天经地义的 不论是在冰场摔倒 还是在冰场飞驰 他们都是快乐的 因为冬奥会 这份快乐 似乎也隐隐有了目标 冬奥会让小孩子们兴奋 也让很多离开冰场 很久的大孩子们 找回了自己的记忆 我小时候跟我爷 每次在后面那块划兵驰 划兵驰那时候吧 就感觉一堆人跟着站着划 特别帅 那现在怎么想起来玩呢 就是因为冬奥会嘛 就是只要 如果没有冬奥会的话 我肯定想不起来 我还会划兵 忘了有这个技能了 挺好划的 不经划 只要是吧 也没经过过什么 正规的训练 完了都是自己随便滑一滑 赵宇说 他喜欢白天冰场上的声音 有冰刀划过冰面的声音 有笑声 喝彩声 加油声 三十多年来 赵宇看着这块冰场 看着一代又一代人划过 虽然寂寞 但是幸福 接着冬奥会的东风 赵宇希望未来 能有越来越多的人 爱上这项运动 换柳堂冰场 为中国建议 加油 正在火热激情当中的北京冬奥会 让带动三亿人上冰雪的目标 从愿景变成了现实 而其中正是因为有了像赵宇这样的工艺冰场守护人 让城市当中的一片片冰场 汇集起一代又一代喜欢滑冰的爱好者 也让一颗颗热爱冰雪运动的种子 在这里生根发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